如果你化完妝還是有些些困擾 眼妝化不好 底妝也很粗糙 連結毛路夾不翹 總是化了一個無效妝容 那麼你一定要看這一集 我跑遍各大清潭諾美容室 再加上去上了韓國化妝師的一對一課程 分享這十點簡單的變化 自己在家也能夠輕鬆升級原有妝容 哈囉大家好 我是蘿蔔蘭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喔 去過了這麼多美容室呢 我今天總結了十點韓國美容室的技巧 要來分享給大家 今天呢會有最簡單易懂的方式 直接上臉化妝給你們看 只要改變這十點上妝習慣 你離IDOL的同款妝容就更進一步啦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好 我們按照化妝順序來 第一個最重要的呢 絕對是妝前保養啦 做好妝前保養 你後續的底妝就先及格 你的底妝化不好呢 後續的妝再好看都沒有用 如何化妝這種韓團的無暇妝容 任何時候上機都非常好看 相信這是最多人最在意的問題 大家都想要擁有IDOL同款的水煮蛋底妝 那之前看我去問這麼多間美容室 就會知道呢 共通點就是一定會做妝前保養 一般美容室呢 都是用化妝水跟乳液輕輕擦拭嘛 但偶像呢 大部分都有做好的皮膚管理 或是他們本來皮膚就很好 像我一般人呢 尤其是我這種乾肌 妝前保養要做得非常確實 你後續的底妝才好上妝 才會讓整體的妝感呢 達到偶像的水光肌 那全素顏 快速拉近一下我的臉給大家看 那很多人就會說什麼 噢噢噢噢你的皮膚很好啊什麼的 因為我剛打完蕾色 我家皮膚超爛的 剛好可以來示範好嗎 就是 剛打完蕾色暴斗期 那我今天妝前保養呢 我很榮幸的可以跟台灣品牌 為我研製合作 那我來用他們的保養品來做妝前保養 台灣農產品呢 作為原物料 堅持天然與簡單的 純粹的來製作產品 常逛成品的人呢 應該對他們家精美的包裝不陌生 我也是被很多KOL 燒到這個品牌的保養品 看看大家看他們家最經典 最知名的這個豆膜 今天我就可以用它來急救 妝前如果像我一樣呢 出現肌膚狀況的話 就可以拿這種豆膜來急救肌膚 豆膜我真的用到已經剩一半了 不到一半了 然後就要說它台灣品牌嘛 因為台灣跟韓國的期貨呢 還是有所差異的 妝前保養呢 調選適合台灣人膚質的產品呢 後續上妝也會更省力 不然你是乾肌、溶肌、混合肌 都需要做到保濕的動作 任何膚質都要保濕之外 要化重點 很多化妝師都會妝前敷面膜啊 這是一樣的概念 後續跟它精華液跟乳液來潤澤肌膚 我應該從大學很多年前 真的是快十年吧 結果我在敷動膜產品 我真的很喜歡動膜 那這罐動膜真的超有感超級好用 PET跟DECA都有在討論他們家的動膜 夏天容易出油的鼻翼啊 或者是像我一樣容易乾的涼額 都要多塗一點 後敷20分鐘才去洗掉 這是第一個用法 就會有非常強大的急救效果 他們家有出針對不同膚質跟狀況的動膜 大家可以針對自己的需求去做挑選 還有我現在敷完20分鐘給大家 還有下它的臉是不是很明顯亮很多 你們看到最紅的地方呢 跟剛剛比都消紅不少 順便呢再補充一下平時保養的重要性 像這種動膜產品啊 平常是可以全臉薄圖 再來保養的最後一道程序呢 上動膜 它能夠鎖住呢 你前面的所有保養品到你的肌膚裡面 隔天起來的臉都會超級亮超級保濕 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平常的就可以用這個用吧 好再來我們還需要精華液來保濕肌膚 用到的一樣是同西的紅藝人白潤精華液 他們家的精華液我用過好幾罐都很厲害 完全沒有那種香脂味都是很天然的 自從背了那麼多美容師老師化妝之後 我覺得精華液和乳液是最重要的 他們能夠徹底的呢 保證你妝前的肌膚水分是足夠的 我現在快速的擦完這半邊 你看這邊的水包水度就很明顯的覺得高很多 保濕做好呢很明顯的臉就往上 臉就立刻往上提亮的感覺 看到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小紅書的流行的超級食物 在精華液裡面呢也是有添加紅石柳 跟紅藜滿都是屬於超級食物 它可以幫助肌膚抗氧化保濕舒緩透亮 有些太滋潤的產品呢反而會跟後續底妝打架 這款呢不太足夠保濕 同時也不會讓底妝齊屑 多化圈把那個精華都按進去 像我那個鼻翼啊鼻頭容易 卡粉粗油或是像我脫皮的人喔 都可以有效的減款這些狀況發生 那個臉的光澤數都立刻出來 真的差很多 因為美容師的影片老是都按超級久 或者是已經快轉 甚至有剪掉部分的片段了 他們是在現場都按超久 就是一直這樣這樣子 推推推推 把你的包容器都推到徹底的吸收進去 然後我才會停手 如果是比較敏感肌的朋友呢 就可以選擇這種比較成分天然一點 成分天然簡單 但是又足夠保濕的精華 然後呢我們做完妝前保養之後呢 就可以來上底妝啦 不然你用任何的底妝上妝啦 你都一定要強調 一樣就是講到爛的少量多次 我現在就用最方便的氣墊來示範好了 看我現在的量是這樣子 我會習慣在這上面稍微壓一下 把多餘的粉先壓掉 再讓我平整一點 這樣子 我的量是超級超級少 只要這樣子就好 然後 快速的鋪開 小量多次的去按 那美容師的老師呢 他們都是用粉底鏟 或者是很偏皮的刷子 去沾粉底液 然後這要濕海綿拍開 但我今天想要示範的是 大家平常日常的 就可以快速的照著做的方式 所以我選擇用氣墊來示範 再把剛剛的剩餘的用料再沾一下 再上第二次 越外圍的地方呢 量越少 所以我們就是把魚粉 慢慢的鋪到外面就好了 不要整張臉都上得白白的一層這樣 啪啪啪 這樣你的整個臉 會沒有那種漸層感 這是我上完一層底妝的樣子 韓國女生有個小技巧 他們非常喜歡在面中提亮 妝的顏色大概這一塊 你要拿出手邊呢 更白一階的遮瑕 全股網內的這一塊 也是一樣點幾點 小小的 半完也不需要太大 鼻子瞬間來一點 下巴 我問過每個美容師老師 還有韓國女生 他們都說 他們真的超級喜歡提亮面中 因為這樣子會讓你的臉有幼泰感 韓國人非常喜歡幼泰可愛的感覺 那這個步驟也是大家平時就可以做的 一樣啦 快速的拍開 然後選遮瑕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讓你在一些瑕疵啊 那二度來做遮瑕 邊提亮邊遮瑕 其實上遮瑕也不會有那種 浮粉啊 或太厚這種感覺 因為都是少量多次的 然後你妝前保持有做好 整體在疊起來也不會有問題 眉毛部分呢 現在韓國人就不流行那種 很死硬的平眉了 大家只要先選這種眉刷呢 先把你的毛流稍微梳整齊 然後一定要保留空隙感 跟美容師老師一樣 這種斜角的刀鋒刷的設定 比如說像現在這樣子 我就稍微的填滿一下這邊 往下 蓋到 順著你的毛流去自然的填補 輕輕填補就可以了 然後呢 再用毛刷順著再刷一次 眉頭的地方呢 也可以用睫毛膏這樣子 稍微的刮取 非常少的用量 定一下那個毛流感 這樣子 這就是現在美容師老師呢 講求的自然的眉毛的感覺 好再來我們講到 眼影的部分啦 眼影最重要的環節 眼皮最常出現的狀況呢 就是肌線 眼皮暗沉啊 或者眼皮威脅罐的狀況 跟底妝概念一樣 第一步呢 你要把眼皮打理得非常乾淨 讓你後續上眼影才會乾淨 把肌線呢 跟你的暗沉都處理好 處理到像我現在畫面上 那種乾淨的程度 你才可以開始上眼影 油脂 肌線 暗沉 全部都清理乾淨 才可以進行下一步 像韓妝的配色其實 特別特別簡單 韓國女神非常喜歡 往上畫 你的眉毛跟眼睛呢 像我留白比較多 就盡量可以往上畫一點 然後就拿這種 比較大的刷子呢 去鋪開 往上帶 這樣就有自然的漸層感 像這樣子 有沒有 大家都一定做得到 非常簡單 就這樣子 睫毛跟部處 就是下面跟上面 都稍微暈染一下 然後亮片的部分呢 我們盡量用手指沾取 會更淺色 其實從中間開始 就這樣子疊 有沒有 然後再慢慢的往外 鋪開 有沒有 就有個很自然乾淨的眼影了 然後再來呢 是最重要的臥蠶 真的是一定要跟大家講 拜託大家不要再從 眼頭開始往中間畫了 這樣子就畫出一條 非常死硬的毛毛蟲線條 然後跟大家示範一下 韓國美容師老師 跟我上韓國自己 鄭萱莫老師一對一課程 教我的臥蠶畫法 像臥蠶呢 你可以選霧面 或者是珠光的部分 我先從霧面開始講起好了 臥蠶跟上影片亮片一樣 請從眼中開始出發 中間下筆 然後慢慢的 左右鋪開 然後慢慢的往眼前戴 眼前這個戴一點點就好了 後面也稍稍戴過就好 那亮面也是一樣呢 從眼中出發 很少亮很少量的 往眼頭戴過去就好 韓國美容師老師呢 都用那種眼線膠 然後準備一把這種 很扁平很扁平的眼線刷 這種是我覺得 新手最好入手的 然後韓國美容師老師 都用這一把刷子 眼線的部分呢 其實你要從哪邊開始都可以 我們就是 往下 然後拿個鏡子這樣看 你知道嗎 這樣子 你們有沒有看到 然後 往內推 光是填完內眼線 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兩隻眼睛就有落差 這邊的眼神 有神度就出來了 選用這種扁平的刀鋒刷呢 因為它真的夠扁 所以你們可以很自然的 直接快速延長你的眼線 接到尾巴的地方呢 直接到哪兒 這樣子拉 有沒有 然後呢 再回頭去填補這個線 睫毛的部分呢 非常建議大家 跟美容師老師一樣 就是一般睫毛夾 跟局部睫毛夾 局部睫毛夾的功用呢 非常重要 不要太用力的去夾 會有那種很不自然的遮角 是這樣子輕輕的 多次的去夾 像這樣子 好有沒有 像這樣子 睫毛就站起來了 這時候呢 你的眼頭跟眼尾呢 還有一些睫毛沒有被夾到 把它放在你的眼頭 沒有夾到的毛的這邊呢 一樣輕輕的往上夾 這樣眼頭的睫毛 就立刻站起來了 眼尾的地板 站起來了 就是那麼簡單 然後因為一般呢 韓國美容師老師 都會貼假睫毛嘛 那我們今天就是用一個 一般民眾的身份 我們日常呢 是沒有空貼假睫毛的 我來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用睫毛膏 來打造女團的 根根分明的太陽花睫毛 夾完的時候呢 直接往上梳開 先全部往上帶 確保你每一根睫毛呢 都沾到了睫毛膏 你前面睫毛夾得夠嗆的 你這時候 就已經很有那種 女團根根分明的感覺了 對不對 用人手都有的鑷子呢 去夾取你的膏體 那這時候的膏體 可以沾比較多一點 把它夾成一束一束的感覺 避免女團根根分明睫毛的感覺 但是整體呢是非常自然的 你要捏著夾尾端呢 把那些雜毛的樹狀樹狀的整理出來呢 就有這種效果 不用貼夾睫毛 也可以達到相似的效果 往下夾 然後眼尾的地方呢 可以讓直立的刷 比較不會沾到其他地方 那下睫毛的部分呢 我沾比較多一點 因為呢 我也一樣要整理出那種 樹狀感的睫毛 然後呢 我會趁它還沒乾的時候 快速的用鑷子來整理 好 這樣子呢 我的上下睫毛就整理完了 就可以用女團同款的太陽花睫毛妝感啦 再來第八點的部分呢 是腮紅 那腮紅的含妝非常講求那種 很自然透出來的感覺 不管是有粉狀腮紅產品啊 或者是任何腮紅膏等等 並持著少量多次的上髮 那我現在用大家最常用的粉狀腮紅來示範 要講求那種透亮感 所以一定要在手上呢 把多餘的粉全部都拍均勻 跳起來是被最凸對不對 往內 從內開始上 這樣子鋪 少量多次的拍 這樣子 再去美容室之前 我上腮紅都喜歡這樣 啪啪啪啪啪 像這樣子輕柔輕柔的拍 你才可以拍出那種真的透出來的感覺 你們這樣子 我拉近那麼近看呢 有沒有 也是非常透 完全不卡粉 這才是真正有效又精緻的腮紅畫法 可以確保你的臉部有那種很粗糙的顆粒感 這樣子就有立體的烹飪感啦 然後整體的那種透出來的感覺 上臉的位置就跟我圖上標示了一樣 不要太往外面 要是往裡面 下跟顴骨的交接處這邊才是上 可以達到有氣色又元氣的感覺之外呢 就不會讓整個臉特別的往橫向去發展的感覺 美容師老師呢 修容跟打亮的部分呢 也算是蠻重要的一個重點 但是我今天呢 日常的話 我覺得到會有人打亮跟修容 可能比較沒那麼強調 因為我們不是要上舞台的IDOL嘛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對打亮跟修容有多看的話呢 可以回去回顧那些美容師的影片 我今天最後一點呢 要來分享的是 最重要的嘴巴啦 我在上唇釉前呢 其實在底妝的時候 如果各位要有唇周暗沉的人 就可以邊拍底妝邊把唇周暗沉稍微拍一點 暗沉的地方呢 都稍微拍一下 然後如果是想要打造出到 海氣嘟嘟唇的感覺呢 我建議大家用這種唇線筆 先來描繪你的唇型 或者是拿你的任何一個唇膏來做打底 就這樣子 這我想要的範圍呢 畫一下 然後這邊 強調一下我的唇珠 稍微抿一下 這時候你的嘴唇呢 你的唇型已經出來了 後續上唇會比較好上唇 看起來會比較多一點 我覺得唇筆啊 或者是唇膏來打底 你後續呢 在疊擦水光感的唇釉呢 會讓你的唇妝更持久 整體會比較飽滿的感覺 那如果看到這些美容師的影片呢 老師們真的是 幾乎每個老師都讓我疊擦兩到三個 甚至四支唇釉 然後現在呢 準備一個水光感的唇釉 拿出隨便一個唇線筆 引用順手的就可以 慢慢的從內往外的去疊擦 好 你們看這樣的疊擦就有一個水潤嘟嘟感覺 然後整個唇妝呢 看起來就像打抹尿酸一樣 而且呢 因為疊擦的關係呢 整體的唇妝真的會持久不少 好啦 現在全力完整就這樣 這樣子啦 給大家進行看我的無瑕底妝 還有我的整個眼妝呢 唇妝都是學習韓國美容師老師的畫法 整個妝感精緻非常多 然後放到你的優點呢 又掩飾你的缺點 最後呢 還是要說妝前保養 這就是最重要的 沒有好的妝前保養呢 你後續呢 比妝眼妝唇妝畫得再好 都還是會讓臉有坑坑巴巴 或者是浮粉的狀況 想要那麼多學費呢 辛辛苦的背了重重的相機 穿梭在各大清潭豆美容室 真的也是花了我不少錢 這次呢 非常大謝謝我們的金主爸爸 沒有言之呢 跟我合作這支影片 把我在清潭豆美容室 學習的一些小技巧呢 分享給大家 如果對他們家產品有興趣的人呢 也可以去點擊我的資訊欄 觀看他們家的產品哦 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 NIT保養品牌 好 今天總結以上10點的 韓國美容室小技巧呢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一點 覺得哪一點最有感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到了Facebook來去做好玩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